在台北市政法地點的空中基地的未來是要怎麼發展 台北市政府是希望說可以市民作為參務 所以要來共同幾位 今天就發表了新構的展覽 希望空中的活化的新構給大家知道 台北市政府強調空中的土地的未來發展 是希望說可以讓更多人共同來使用 來發揮最大的公共利益 在台北市政法地點的空中基地的未來 在這邊發展 這些社會中用的土地 各國進行愛生進行到市的價位變形 以為必須會規定給台北市四十八的土地 台北市空中的活化利用 可以採取有效利商的方式 用力台北市面的生活 我們希望不事實上傳統過去 中央決定了就憂上而下 把決定了空中的未來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不適合的 所以我們強調怎麼樣讓由下而上開始 然後再加上由上而下的一些互動的關係 來決定我們空中的未來 台北市邀請社會國界 共同幾位對空中未來開發 關上 總共一百二十位 在開台下生 研究生予告尊大學生 配合專業建築書 共同提出構想 不僅有其中不一樣的提案 而且專業建築書領域 應該發揮空中空中的最大 讓建築平均僅僅僅24% 出的七十大都開放後市民使用 這個40%我們可以拿來做社會住宅 可以做社會福利 也可以做學校 可以做任何我們台北市民 覺得有必要的事情 包括全部做公園都可以 台北市政府強調空中未來發展 最大的建築就是讓更多人使用 發揮最大的公共利益和最大的大化 減顧理想和結識 到底要怎麼中心外化空中的土地 我會和中央討論 記者總是不得